明年要選舉了 這個選舉年 他如果讓民生的消費 民生的花費支出 他也不要選了 因為他已經沒有什麼政績了 然後醜聞又一大堆 問題一大堆 如果再要讓老百姓 荷包裡再掏錢的話 那絕對選不必選了 所以這個很清楚 就是一個政策買票 而且不只是這一個店家 當然還有很多 比如說我們這個好多 最近好多出台的很多 民進黨的政策 都是補貼 其實說什麼 就是拿我們自己的錢 再花還給我們 因為政府的錢 都是老百姓的錢 不過這裡面有一個 民進黨政府 大概到了政府裡掌權 他會其實要感謝 以前我們的政府 其實我們中華民國政府的財務 政府的財務 是世界上排名前列的 我們事實上 我們的政府的債 沒有超過GDP的36% 這是世界上非常好的一個數字 在這種情況下 他不能濫用 他不能濫用 把我們的財務拖垮 動輒5000萬 8000萬 500萬 49億變成一個小錢 這樣子下去的話 我們將來政府 好好的一個財務 會不會完全拖垮 現在說實話 他講這個是經濟部的專家 經濟部有能源局的 裡面天天在精算 所有的這個電費的成本 所有能源成本 他說出來算2025年是三成 事實上2025局 現在有過6年 6年之內就要漲三成 這已經在世界上 是一個大的問題了 全世界政府都會非常重視 他還沒有講到2030年到2035年 會漲到什麼情況 所以會繼續往上漲 絕對會繼續漲 而且我們這個風電 花了那麼多錢 這個風電說實話 是一個無底洞 而且說實話 比國際的收購價格 高了兩倍的價格 全世界風電都在往下降 他剛開始用了5.6塊錢收益度 後來降到5.1 我本來是5點 我降5.1 結果這個外商通通起來有意見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政府 現在民進黨政府完全亂了套 在裡面玩數字遊戲 然後講今年動漲 明年也還會動漲 明年動漲 這個動漲說實話 就是由政府來吃下這個 所謂的增加的成本 政府付的錢是誰的錢 都是老百姓的錢 都是老百姓的錢 所以用我們的錢來去填補 民進黨政府 他的政策買票所需要的支出 所以漲價的部分 我們不是交給台電 但是我們是交給國稅局了 交給國稅局 其實我們老百姓 我看了現在很多外界的反應 其實我們老百姓 現在已經非常非常的 明智已開了 都知道你政府在那邊買票 你最後花的是我的錢 為什麼我把我的錢 拿來花給我自己 我還要感謝你政府 所以這一些做法 我想遲早被老百姓識破 而且這種做法是極不道德的 極不道德的 一個政府要有基本的道德 不能用這種乾坤挪移法 用老百姓的錢 然後再交還來交還老百姓 然後他自己落個名 表示我的施政 我對大家很仁慈吧 我不給你們掌電費 你們都應該來感謝我 所以這一種做法的話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不可取 而且不道德的事 那一再的發生 我想今天我們節目把它揭露出來 其實大家都已經很清楚了 就是政策性的買票 用我們的錢來彌補 民進黨政府 做了這麼多的浪費 經驗部自己試算說 要漲33% 然後我們的政務委員 告訴我們說其實不會那麼多 因為我們不用反應成本 有這樣子經營電力公司的 對 這其實是非常糟糕的 一個狀況 其實還不止35% 我看會到45% 其實他們都低估了整個的狀況 更不要講說其實 大家都知道嘛 現在狀況是什麼 就是這個發電 如果是火力發電 他現在已經講說 到了2025年 他只是要把20% 他降到27% 30%降到27% 只降3% 燃煤 還要占27% 還是要占27% 所以我說這個還是很嚴重 這個根本大家就看不下去了 尤其南部的鄉親 TM2.5 你今天如果說能夠 核二 核三能夠研議 核四考慮要不要重啟 這些都是可以做的 我其實上次在質詢蘇貞昌的時候 我也跟他講 我說你們這些 都是可以去探討的東西 你就會說沒有辦法做 這個問題一大堆 但是講到火力發電 你就覺得一定都可以做 為什麼你協調功力那麼差 這部分核廢料的東西 你都協調不起來 火力發電的事情 你具有辦法都協調起來 然後我們鄉親就都受害 尤其中南部 所以我覺得這個 面對這火力發電 PM2.5的問題 健康的危害 這種東西大家都看到 很多人其實 就是一些朋友得到肺腺 尤其是如果是高污染的地方 像大林普那邊 我們高一小港醫院 去做一個社區的身體的檢查 1500個居民就有五個 都是早期的肺腺癌 那你如果再去換算的話 這個嚴重度 鄉親都是害怕得不得了 不只是大林普這邊 其實高雄的整個的這個癌症 尤其是相關的 不管是肺癌 是社會腺癌這些東西 就是比較高 就是比較高 所以這種狀況下 大家當然希望說 不要火力全開 新達港 他說要怎麼變成 超超臨界的 還要在五 六年以後才要換 大家根本就等不及了 大林火電發電也是如此 所以我覺得 面對PM2.5對健康的危害 大家當然希望說 比較乾淨的能源是核電 但是現在大家 蘇貞昌每次就是喜歡講說 核能發電廠什麼危險 怎樣 可是這個部分 如果它很危險的話 我們周遭的國家 不是像大陸沿海不是都是 都是蓋了一大堆核電廠嗎 德國沒有 它希望能夠非核家園 可是因為它可以跟鄰近的 歐洲的國家買電 歐洲的國家其實都還是有核電廠 所以這個核電的東西 其實並不是大家想像中的 唯言聳聽的這個部分 而且畢竟核廢料是可以處理的 如果你支持核電的話 你要把核廢料的地點交出來 這個其實我上次在質詢的時候 我也有講 其實在這個部分 我們政務委員張景森 他去年有開會 開會的時候選定的地點 他們就是在烏丘 烏丘是歸誰管 金門縣 現在就問你 而且他們其實有去拜訪 金門縣的這個縣 尤其是現在洪麗品 我們的現在要選的 立法委員的議長都有在講 而烏丘其實是可以評估 而且他們希望是兩年內 要評估可行性 那要做什麼 就是公投 金門縣憲民公投 然後烏丘如果能夠去放核廢料 那是可以處理 這是低階核廢料 高階核廢料的部分 其實台美就有簽協定的 當初在建核四的時候 就有這個協定的存在 否則那個時候為什麼會同意 要蓋核四的核能發電廠 所以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有路可走 只是你蘇貞昌 你下面的團隊 要不要去好好執行 要不要好好去做說明而已 不要講別的 包括我們朱立倫 他也是有提到 他也是有提到核四的議題 因為他就講了 很重要的部分就是 穩定的這個能源政策 才有辦法能夠拚經濟 要不然的話 光是台美商會的這些會員 70%以上的都很擔心 在台灣的投資 會因為沒有穩定的能源政策 所以他們的投資會泡湯 那這樣情況下怎麼拚經濟 所以我覺得這個核電的這個 要不要怎麼使用 核二核三是不是可以研議 核四是不是可以重啟 真的是大家必須好好地去要求 我們的這個行政院 必須要拿出良心來 好好地去處理這一塊 談到烏丘 當兵的時候 我們的船到過烏丘島 滿遠的 現在我跟你講 我一向… 滿遠的 是說它是一個好地點的意思嗎 這不能這樣講 因為那個是一個很少的地方 其實老共也許會說 不行 不行 烏丘不行 這又不給老共管 我知道 我覺得國營事業 尤其是中油 台電 一向都是說低價政策來討好選民 然後負占沒關係 尤其是電價 我們台灣是大概周邊所有 全世界所有國家 沒有能源的裡頭 電價最低的 你知道嗎 一路低到真的是可笑 這個第一 違反使用者付費的原則 第二 把債務推給未來的子孫 也很不公平 不過我有講最重要的一點 孔明星 孔明星 你不是曾經稱讚過 他的經濟場合嗎 對 孔明星在台經院 當副院長的時候 他的談話也基本上是 還算有水平 入閣以後 就講這些不聲不識的話 所以我在這裡 所以你要收回對他的戰場嗎 所以我在這裡鄭重 警告 未來新政府 新內閣成立的時候 學者專家受邀要入閣的時候 一定要摸摸那個院長 跟那個總統到底有沒有良心 他如果是沒有良心的話 千萬不要入閣 我以為你要做智商測驗 請問良心怎麼摸出來 摸良心 對 怎麼摸出來 心臟怎麼摸出來 心臟科醫生嗎 來教大家怎麼把良心摸出來 你跟他平時的塑形 就曉得他 像陳一鳴就不錯 有良心 你看 所以如果他張院長 要我入閣 我一定去 好 你要記住 pasando 他說 自己多經 nesse日子 不 變成了 沙島